他是這個翠玉白菜化身成的小精靈 那這個如果老師還來得及 務工每一年都有一個創客列車的課程 就是你上網登記 那如果然後他就會抽籤 如果你抽到了他就會把這個課程打包 然後就送到你的學校 就進行一個下午或者是一個早上的課程 那這個是學校端 那對於老師端對於那個計畫端來說 他們當然需要有老師來幫忙開發課程 所以像這個就是去年跟務工合作的課程之一 那這個就是用YOLO的技術我去把小翠找出來 那玩的方法跟找威力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會發這個圖卡給學生 那希望學生幫我把小翠找出來 你有發現小翠在哪裡嗎 找看看 一隻不只還有一隻 差一點 文物答案喔 欸你在這邊 哇這麼小隻好找嗎 這就要凸顯AI的厲害嘛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這個畫面裡面有兩隻小翠 不過學生在找小翠的過程中呢 找小翠只是其中一環 重點是他去觀察跟欣賞這個文物啊 像左邊這張圖啊 你覺得它是一個什麼場所啊 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對那是學校欸 古代的學校啊 那我就跟學生說 哇你看古代啊 學生在背書呢 是要來前面跪著背啊 然後呢老師還可以拿著棍子啊 現在你不要拿著棍子 老師還拿著棍子啊 那重點是你看喔 這裡還有一個小朋友 你覺得他在幹嘛 偷聽嗎還是他在逃學 你覺得他是偷聽還是逃學 我也覺得他是偷聽 那因為要逃學不會從拿著棍子的老師旁邊逃學 如果要逃學 應該會從這個地方逃學才對啦 那為什麼他要偷聽 代表在那個時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受到教育 所以呢 我們在後來還會有一些場景 會用到這個點 好 這個畫面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喔 所以因為這是學校 所以這個寫的是學 看不太清楚啊 這個要用另外電腦來看 他寫的是學 那這個小朋友在幹嘛 尿尿 尿尿 沒錯耶 被你發現喔 清明上的圖裡面是有尿尿小龍的 而且就在學校旁邊 這個這麼沒衛生 真的是喔 所以這個是 你看有沒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可以講 右邊這裡呢也是的 右邊這裡呢是一間餐廳 但是古代的餐廳啊 不像現在有信用卡 進去的時候 銀子帶的不夠就要被趕出來了 我怎麼知道這個餐廳的等級呢 哇原來可以從他門口掛的這個來看喔 他門口掛的這個呢 叫做畫子 就是我們在講不要騙我的那個幌子 就是那兩個字 那我可以從幌子來知道 他是賣什麼的 還有他的等級 所以你可以把這間想像成是四星級的大飯店喔 那我們還會希望小朋友呢 看懂裡面的這個字 你可能看不出來喔 但是在課程中叫小朋友猜 叫小朋友看呢 他是慢慢可以看出來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可以從他門口停個車來看 這個清明上和圖呢 其實有五十幾卷 那這一卷呢 是清願吧 都是江南的畫家畫的 那江南呢 是沒有馬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馬呢 他都彷彿是現在的 就是從北方進口來的啦 所以你就把這兩匹馬想像成是 藍寶堅尼跟法拉利吧 那甚至這裡還有一台藍寶堅尼的休旅車 停在這邊啊 所以你覺得來這間餐廳用餐的人 就不是窮人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進來的時候呢 錢當然要代購 那這一切這一切啊 都是在課程中要跟小朋友做介紹的 那小朋友做什麼 拿到之後就找小翠 然後呢就去欣賞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介紹歷史 那後來就跟找威力一樣 讓AI來幫你找東西 人類啊要把這骨子找出來要多久啊 有些小朋友很屁喔 他們一翻出來 啊老師我兩秒就找完了 彷彿很快嘛對不對 你知道AI要找幾秒嗎 0.0幾秒 就是一插上去 瞬間骨子都出來 所以讓他知道說 哇AI找東西這麼快 這麼方便這樣子喔 所以這個是找小翠好的特殊課程 那他除了找小翠之外呢 還可以找硬幣 所以像這個就是 就是剛我有給你看過在標記硬幣嘛 那像這個就是標記完之後呢 來看看AI的效果 那這個我覺得是可以跟科技中心的課程合作的 因為這個是AI去幫我把硬幣分類出來啊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分類的方法呢 有的 像這裡呢就是一個物理類的分類器 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裡面長這樣子 那原理很簡單啊 就是錢丟下去之後呢 它會沿著這個軌道 然後滾滾滾滾 那這邊有不同的洞啊 它就會掉出來 掉出來 這個是第一種 那我們在課程中呢 是不跟學生說 為什麼他可以分類 我們是希望學生自己去探究 它的原理很簡單 學生只要用手指頭滑過 他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希望他去有這個探究的精神 去習慣探究 右邊這個更炫喔 右邊這個呢是一個瀑布式的 所以錢丟下去之後啊 你會發現 他就分開到不同的軌道去滾嘛 那一樣我們會讓學生組裝 然後希望學生去探究出原理 那我們也不跟他說原因 所以是希望他養成探究的精神 所以這個我們會讓學生體驗標記資料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還有呢 我們讓學生去做探究 所以這是硬幣分類 那今年呢 我們跟故宮的合作課程呢 這個還在Raw 那這個也很特別 所以想跟老師們分享 這個是宋朝的 當然在前面我們在講這個 AI能夠幫我辨識啊 AI能夠幫我把東西找出來呢 都會講相關的技術 這個影像分類是怎麼做的啊 那些 那今年呢 我們跟故宮的合作案呢 是拿了宋朝的皇帝跟皇后的畫像 希望同學認識宋朝獨特的美學 像這個啊 跟我們印象中的皇帝不一樣 通常印象中的皇帝都是穿得非常的滑 好 好 好